近来性骚一提在各界评传 今18日又盛也因为接连遭到前女性员工控诉摸凶强吻后 已在脸书紧急发声致歉 事发后受害者丁女和Z女 都有收到又盛的道歉讯息 但丁女表示自己暂时不会读取讯息 而Z女则提供了私讯截图 见到又盛一开头就说 谢谢你愿意读这封信 也谢谢你愿意把真相说出来 其实我自己也被性侵过 我能懂那种世界空调 身边的信任都一夕瓦解的愤怒和恐惧感 坦言多年来只要看到性骚扰的新闻都很痛苦 一方面是想到你们 一方面是想到我 总有一天会像这些人一样受到惩罚 这一天终于来了 但我感到的是感激 与希望你们都能更好 另外又盛透露因为不知如何 联络另一名受害者 希望能帮忙转达道歉 姬女也公开当年又盛老婆词汇 得知又盛性骚疑事后 传讯向她致歉的对话截图 其中也可见到词汇坦承自己 无视又盛和另外一名女子的关系长达二年多 另外姬女还提供一张 自己在背信骚后 传讯给又盛表示 没事不要这样报啦 会吓死我 结果又盛进回 可是我很需要 还附上一个装可怜的表情图案 而黄紫娇在2017年8月的微风之夜 曾曝出宁愿请辞 不赚钱 也不愿跟来宾又盛同台 让两人恩怨服上台面 但双方皆有默契风口原因 外传是因为又盛 与黄紫娇女友梦耿如亲密过剩 才因此惹恼黄紫娇 梦耿如当时被问 为何黄紫娇讨厌又盛 他曾回应 关键原因应该不在我身上 基本上这件事 如果是台面上就看得到的话 那就不会叫做私事 曾传是又盛 梦耿如合作22K梦想高飞时 梦在三秒内被狂青六次锁制 他也解释影片中的内容 一切都只是剧情 都不是影片看到的那样 但我不方便说什么 又盛在22K和梦耿如饰演一对 当时虽然又盛和梦耿如 分别有另一半 但传出亲密戏互动暧昧玩很大 花絮影片被翻出梦耿如 坐在又盛大腿上 而又盛用手臂圈住梦耿如的脖子 做事要亲他 但梦耿如见状后不断推开 嘴里更喊着 不行 但又盛随后三秒内就吻六次梦耿如 被传出就是因为这个片段 导致黄紫焦再也不和又盛同台 还曾传出当时又盛在追梦耿如 据周刊形容 追他追的跟狗一样 而又盛过去受访时也曾透露 过去做了一些事情让皇子交不开心的事 更表示会遵照前辈的指示 不管是工作上我自己会避 以及私事私了 嗨 大家好 我是武通 谢神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司奥巴桑 邓美红 我是蔡康永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相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米亚伦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十周年了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